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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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越南的姑娘其實很棒 對 跟他們溫文婉約 你從來沒有看過 一個越南的女孩子在那 潑腹罵街 是 因為他們覺得 越南有這樣的女孩子 有嗎 有潑腹嗎 等一下… 轉過來這邊好像 有耶 我滿多的 這裡數一數有五個 來…千里因緣 一線前 人家住在越南 離我們這邊飛機還飛兩三個鐘頭 這麼遠的地方 他為什麼會嫁到台灣來 這個緣分是來自於哪裡 當初我為什麼回家來台灣了 為什麼… 賭氣 對 我男朋友就是越南人 潛男友囉 對…他是一個醫生 他是一個醫生 大耳朵 對… 然後我們已經講好了說 年底我們有結婚 是… 然後拼金還有那個 三廳還有禮服 都訂好了 都訂好了 都準備就緒了 對… 然後因為他媽媽在誤會我 以為是我要拐他的兒子 對啊 然後可是我不是那樣子 然後我就是很生氣 我趕快 那個時候是有一個寧頭 是 然後呢 而且那個時候是早期吧 台灣人去越南許太太滿多的 是… 所以我會去給仲介 就是介紹的仲介 然後不包資料 然後隔一天我比較到飯店 然後跟我老公就上去了 就相親 對… 相親 不是就上去 相親 相親 對 相親 見面這樣 對 見面啊 因為我老公他在台灣 他看很多很多的照片 比我還漂亮的也有 可是到了越南的時候 他找不到這個人 為什麼 太漂亮了人家就選走了 輪到他 對啊 娶老婆是老婆一個女德 哪裡跟外貌有什麼關係 這個外貌 在婚姻裡面 對 好帥 剩下兩拍 也沒有這樣子啦 等一下 妳… 妳是看妳老婆漂亮的 是漂亮 真的 四九十八 四九十八 笑開懷 男生是視覺動物 這個五四方橫 他還真可愛 他還自己說 自己是人家挑剩下的 好可怕 這樣也沒有 妳太客氣了 妳算不漂亮 所以娶老公選到我 而且我第一眼看到台灣人 就是我老公 第一次見到 而且我覺得 我很好奇台灣人的長相 然後我老公他比較重 都一樣 長差不多 沒有 原來是這個意思 往這個方向 因為…我老公他比較胖 他坐下來就胖嘟嘟的 然後我覺得這麼可愛 然後我老公他看到我的笑容 是沒禮貌的笑容 我就笑台灣人就是這樣子 妮母笑 你笑他就對了 對…妮母笑 然後我老公他看到我的笑容 他就喜歡 然後他跟仲介說 我要許五小姐 然後仲介轉過來跟我說 五小姐 神先生要跟你結婚 你要嗎 我就沒有考慮 我說 我馬上說好 也對 就為了賭氣 很奇妙的緣分耶 就為了賭氣啊 對 一賭賭了24年了 很奇妙 對啊 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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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了 他這個… 鬥志很堅定 對啊 24年後他說我贏啦 恭喜… 很Q耶 真的 這樣24年好不好 來 我們一個一個關心 玉華… 我認識我老公那時候 我在台山公司在越南 投資我當那個債務主王 當時那個台灣人去越南投資很少 在法律上各方面都不懂 可是我有一個優點 我會講中文 我又會可以懂會計 所以我幫忙他很懂 對 很好用的人才 然後那個我老闆他是在那邊 然後我先生那時候 剛好去那邊去旅遊跟朋友 是旅遊 是 他朋友去鄉親也是一樣 去見那個小姐 他說裡面那個一個飯店那邊 沒有 真的 這個事情是真的 是 以前這個230年前嘛 他們這個可能是在越南 比如說社經地位的角度或什麼 我們嫁到台灣可能能嫁得不錯 所以他們就會有安排這樣子 越南新娘 但是還是有不肖的分子 會拿來這些東西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 對 都會有啦 也有 後來 好 那個我老… 妳老公也去挑 沒有 我老公那時候見面我了 就沒有去挑 可是陪朋友去看 後來那個 還順便看 還順便看 不是 他個性 他個性很開朗 而且很那個透明的 所以我很相信他 然後那個我 我跟他認識差不多一年 那時候那個視訊沒有發達 沒有那個網路的 我們那個電話也很貴 網路視訊十來年 然後那個我們是用傳證 Fax 傳真談戀愛 然後那個他寫 他每次都寫一夜這樣 你也知道一夜這樣 就多少錢 對 然後他轉給我 然後那個我老闆他也很阿沙利 他就說玉華 你今天寫回去給他 轉給他 然後有一天那個我收到一封信 那時候他結婚 他裡面有寫一首 那個一首詩 非常好聽 寫一個詩 寫詩… 如果我講就來你就瞎了一跳 真的嗎 他寫什麼 真的 他寫那個 沒有你的陳詩 他寫他的歌詞 對 他是寫他的歌詞 可是我不知道 我那時候不知道 他借你的歌詞去求婚了 對… 在這個母親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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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想的人傳是你 你開箱心想想想 你不開愛你想你 萬你的日子 就這首是吧 可是照好笑 這個夏劉佩還偷我的歌詞 是沒人 太會了吧 他們做情詩寫給越南老婆 對 但是照好笑我不知道 我就很感動 我說 等我來台灣的時候 有一天我在那個 我們第三房間書房 我在整理 然後我看到那個 那時候那個憲哥非常紅 那個1998年 現在還可以 現在還可以 不好意思… 好喝酒喔 沒有… 那時候真的很紅 還有張飛 還有那個張什麼 張小燕 張小燕姐 真的非常紅 然後他們 然後我在整理房間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那個專輯是 那個國語是三夜三對 有沒有 三米 三米三對 裡面的 然後我放第一首歌 我還在那邊整理 我沒有在乎 第一首歌 我說 怎麼那麼像那個 你之前寫歌給我 我這樣到 這個…你可以去問我老公照好笑 我說你告訴我 這個是從哪裡來 他說 不好意思 我哪那麼黑 我都是招人家的啊 招了 掌聲給他鼓勵一下好不好 這個故事很精采 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願意加來台灣 就這樣就來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是緣分 結果今天還可以來上我的節目 是 也是一種緣分 對 隨遇而安的感覺 很有感覺對不對 我老公是一個很有責任的男人 但是他很忙碌 所以那個 那個我那時候那個懷孕老二的時候 我兒子嘛 我在辦公室那邊 然後我去 那時候我老公沒有在公室 然後我自己去那個醫院 醫院 然後那個我打電話給他 然後我說我老公 我準備生 沒有…他就這樣講 老婆妳要不要跟醫生講 研一下 5月20日阿扁就職的時候 妳在生好不好 對 還可以 對 養水就破了 要生了 對啊 那個醫生會說 妳老公有生過小孩嗎 我說有啊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說妳不要講 他很忙碌 所以有時候都忘記那個生小孩 要怎樣生了 什麼都不懂這樣 還要配合阿扁 是… 那時候搞好笑的 醫生有聽到醫生說 什麼 還要等阿扁救人啊 這剩啦 那再塞回去吧 塞回去 怎麼樣… 兩位聽他們這個感受 結果今天當然都是幸福的 是… 我們很多這個 嫁到台灣來的越南的朋友 他們搞不好看這一段 他們也有嫁得不幸福 或什麼樣這些 都會啦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訂閱之後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竟然這樣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對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